HELLO 大家好我是劉 今天跟大家分享過這種手持的無線吸塵器 賣得非常好 但是廠商已經停產了 很多朋友問說有沒有推薦的機種 或者是更新一點更厲害的機種 有一款真的很厲害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一款 國外品牌EFI推出的一個手持的無線吸塵器 那這個雖然是國外品牌 但台灣也有代理 而且大家應該很熟悉 是一個群光電子代理的一個產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得到2020年的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所以它的設計沒理想真的很強 而且它在國外賣得非常好 賣得多好呢 賣到就是這個紐約時報 到這個華爾街日報 都有介紹過EFI他們家的產品 那這台線是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第一個部分 它的吸力是非常大的 它有5500P 就是說你可以在家裡吸附一些 比較頑強一點的固體的一些垃圾 或者是搭配它的毛刷 可以去吸3C的產品 還是一些縫隙等等 它的吸力大到就是 你在車上要吸一些灰塵 也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就是取締它的第二個特色 它是一個內建鋰電池的設計 它是手持可以無限移動的使用 那它的重量就只有550克 所以其實不管是成人啊 女生啊 到小朋友拿 我覺得都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那最後一個特色 就是它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如果只是一台吸塵器 就可能大家也沒有什麼覺得興起 但是它裡面還有帶一個 活性氧殺菌的功能 也就是說你吸完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擺放著 開啟它的活性氧殺菌 它本身就是一台殺菌的機器 結合了這種5500克大吸力 手持這種無限離電池的設計 再加上活性氧殺菌 又是國外品牌推出的 這麼多功能全部加在一起 它就只有賣1000多塊台幣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吸引值非常的高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的配件有什麼吧 GO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開箱一下 Epi的這個手持吸引器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包裝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用心的 那順帶一提呢 就是Epi他們家不只是只有出這個手持吸引器 它也有做這個掃地機器人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配件的部分 好 首先你看到裡面附這個英文的說明書 那雖然它是英文的 但是其實機器的操作來說是非常簡單的 它裡面有一些圖文的相關說明 所以可以很容易的上手 好 再來是有兩張小卡 那上面會有一些簡單的 關於Epi的一些簡介 那同時它也是商品的一個保證書 那台灣是有這個代理商的 所以它售後的部分大家可以不用太擔心 上面有一些細部的說明 好 再來有一條USB轉MicroUSB的充電線 USB有內建離電子 所以可以用它有線材來做一個充電 好 再來裡面有附一個二合一的毛刷 好 這部分你可以先用這個縫隙 去吸著車上的一些皮翼 或者是腳踏墊等等 那或者是用這個部分 把它的毛刷往前推到前面 可以去吸附一些3C設備 比如說鍵盤 或者是一些縫隙等等 這個也是非常實用的一個配件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機器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外觀質感 其實是真的非常的OK的 那是一個手持的設計 機器的上面的話 還有設計它的一個上蓋 這個部分它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你才會看得到吸塵器的封口 好 那這邊的話 上面可以看到它有這個Epi的一個LOGO 還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好 那它的按鈕的話 非常的簡單 就只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開機鍵 開機鍵上面有三個指示燈 代表是電量 好 上面這個是活性癢殺菌的功能 點兩下呢 它就會出現這個指示燈 好 那也提醒大家 兩個動作呢 是不可以同時進行的 好 就是你要使用吸塵的話 就不能使用殺菌功能 使用殺菌功能呢 就不可以使用吸塵功能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後的指示燈 好 現在三個燈就全亮了 好 三個燈前亮代表它電力是全滿的 好 在我們關掉之後 我們才可以打開這個活性癢殺菌 快速點兩下 它會亮起指示燈 這時候它就開始作業了 好 那活性癢殺菌運作呢 它是透過下面底部這個地方 好 這地方會產生一些殺菌的一些效果 那也提醒大家呢 在使用殺菌的功能的時候 盡量人不要在密閉的空間使用 好 在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怎麼操作呢 就是因為底部有蓋子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擺放著 好 這樣子呢 它就可以透過上面的地方呢 自動做一個殺菌 它會有細小的一個聲音 好 稍微給大家聽一下 好 應該會聽到一點點 就是絲絲絲的聲音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機器的其他部分 好 再來看一下機器的後面呢 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出風口 好 下面的話就是 它的MicroUSB的一個充電線的一個位置 那它大概只要兩個半小時 就可以把整台機器充滿 好 那你可以用來殺菌 至少也可以使用20分鐘到25分鐘 好 那上面的話這邊還有一些 相關的關於機器的一些說明 還有它很多的一些認證的國際標章 好 再來我們把這個蓋子打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吸塵器的一個風口 你可以看到它用的是這種透明黑的設計 好 那它的吸附進去的垃圾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地方轉動一下 就可以把它取下來 好 那你就可以把濾網打開 好 把裡面的髒東西倒出來 好 那在清潔灰塵的時候 記得這個地方也做一個清潔 因為這邊也有可能會吸附到一些灰塵 所以兩邊都要做一個清潔 那清潔好之後呢 我們就是直接的把它扣上去 我們就可以再重新的使用吸塵器的功能 好 那當你不使用的時候 再把這個上蓋 蓋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它看起來是很有質感 而且不會髒 好 那就是可以擺放在任何一個位置 車上或家裡都是非常的實用 好 這部分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接下來就測試一下吸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因為吸力的部分的話 它測試比較主觀一點 但是就給大家一個方向 5500PAR的一個吸力的部分的話 其實上次固體垃圾 下次粉末 其他效果都非常OK 那有這種地板搓一搓 它本身就會有一些墨穴 剛才稍微把它集中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攤 那一些細小的垃圾 就直接用它來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其實我在剛剛拍攝之前 我就有自己稍微做過測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仔細看 就是有灰塵的地方 我不用馬上過去 我只要靠近它一點點的距離 它就會吸附過來 所以像是一些粉末 或者是固體垃圾 其實只要靠近它的這個封口 它就會直接進來了 但是也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說有要做這種 這種地板的一些縫隙的部分 最好還是加裝它的那個 伸縮的那個毛刷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給大家 測試一下這個毛刷的部分 好 再來我們可以安裝上 這個毛刷的部分 它會變得比較長一點 那我們可以用來清潔 比如說3C的設備 鍵盤 縫隙等等 其實這個這邊就做一個簡單的示意 就是因為它這個毛刷 其實它的試用範圍非常的廣 不只是鍵盤 如果其他的一些縫隙 或者是車上的一些就是 皮革之間 椅子中間的一些縫隙 你都可以用過這個毛刷 裡面去把一些灰塵撥出來 那如果今天不想要用毛刷 就是往後拉 這部分也可以用縫隙的方式 直接做一個吸附 好 這樣操作來說也是非常OK 毛刷的部分要拆下來 就是稍微呢 左右晃動一下 拉出來它就出來了 好 那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剛剛吸附的 不管是粉末 或者是垃圾 都在這裡面 有沒有 濾網的部分也可以做清潔 那旁邊有一些 剛剛吸附的東西都在邊邊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做一個清潔 再重新安裝到吸附器上面 就可以重新再做一個使用 好 這部分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看完測試 應該大家也知道它的魅力了 那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把它帶到車上去使用 在車上也是很方便 因為它的配件的部分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用來吸附一些 車上的一些灰塵 或者是縫隙的部分 而且如果車內空氣品質太差的時候 我還可以打開火性氧殺菌 那下車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做一個殺菌 這部分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貼心 好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價格吧 那我是在平台入手的 它的原價是1680元 那同時呢 我使用完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也有跟廠商聯繫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 比較漂亮的價格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這個影片呢 如果我有爭取到漂亮的囤購價 就會在影片的資訊欄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我也會盡可能的去跟廠商爭取 那有沒有的話 這裡我也沒有辦法保證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那6的話 大概每個禮拜都會發布一到兩次 就是一些特色產品的一些介紹 如果大家喜歡我介紹這些高CP值 非常實用的產品的話 記得訂閱頻道 你可以獲取到更多的知識跟資訊 而且也可以掌握到 比較漂亮的一個入手價 好 那我們的影片就是告一段落啦 下一支影片再見 拜拜